A股暴涨之后,估值现状分析 从市盈率市盈率两个角度来寻找低估的行业 大家好,我是王财金 今天是10月5号 我们来录制这期视频 从估值的角度来分析A股 寻找中长期可关注的一些行业 在9月下旬,国内是出台了一系列重磅的利豪政策 政策力度远超市场的预期 股市随之是出现了暴涨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一波典型的牛市行情 在初期通常是估值的修复行情 而目前A股大多数股票的估值 尚未回归到历史的中枢水平 甚至说有一些板块 目前的估值仍然是低于之前历史底部时的水平 那么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这些行业板块就是值得我们从中长期去关注 它未来估值修复的一个上涨空间的 那么尤其在当下板块暴涨之后 我们短线不敢去追 而且在截后第一个假日 预计A股还会出现继续的暴涨 因为在假期期间我们看到A50股指期货是大涨的 而目前去寻找机会 我们也只能够从中长线的角度去分析去思考了 那么最后我们会通过适应率 适应率这两个角度来看一看 谁是依然低于过去历次底部时候的那种低估的一个水平 好 我们现在看数据 第一个数据这是在2024年9月18号 就是在底部2689点前后A股的一个主要指数表现 一个是9月18号之前整个2024年的走势 一个是9月18号之后到9月底9月30号它的一个涨跌幅 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在之前都是大跌的 尤其像股东2000之前是大跌了27.8% 那么从9月的19号到9月30号是上涨了 暴涨了29.5% 而串白指呢 从9月19号到9月30号是暴涨了41.8% 41.8 好 这是说短时间之内 在9月19到9月20 那时政策利好驱动出现了暴涨行情 那么在经过这种暴涨之后 估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来 我们先来看市盈率 这是在9月30号 从市盈率的角度上 我们去统计了A股的主要指数 它们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 以及历史中枢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差距的一个大小 那这是华福证券的一个统计数据啊 好 那么我们看到啊 其中互人300目前是处于2010年至今 适应率是一个67%的一个氛围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超过了50%这样一个历史中枢的一个氛围数 历史中枢的适应率是12.1倍 那么现在的话是达到了13.3倍 所以说互人300其实已经高于了历史的中枢水平 而万德权威也是高过了历史的中枢水平 但是像中的500 中的1000 尤其像国政2000 还没有去达到历史的这样一个中枢水平 这是应该角度 那么如果说在假期之后 第一天又往上暴涨了10% 那么像中的500 还有像国政2000 也同样没有达到它的历史中枢水平 当然只是中枢水平 距离历史的高估水平 那么这个空间就很大很大了 我们的参照物是中枢 而不是历史的高估水平 然后再看市净率 那么从市净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再来看互人300 互人300市净率是目前是1.41 历史中枢是1.51倍 那么目前它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中枢水平 只是达到了32%的一个分位数水平 那么它的一个修复空间还有7% 当然这只是跟历史中枢去比较 如果要比较历史的高过水平 那么这个空间就要更大了 而目前像中的1000 距离历史的中枢 还有33%的一个修复空间 它目前是处于11%的一个分位数水平 那中的1000就是依然是备处于一个严重的一个低估状态 所以我们去统计 去统计去总结这样一个适应率的一个低估 和适应率的一个低估 那我们可以去谈一下 尽管说在9月下旬 国内股市出现了暴涨 但主要指数的估值水平 还远远没有达到高估水平 虽然说互人300是适应率角度 是超过了一个历史的中枢的一个分位 半分位那个分位数 但是并不是达到高估状态 而其他指数依然是处于一个低估状态 对吧 比如像中的500呀 中的1000呀 穿一满纸啊 还没有回到历史中枢 仍然存在修复的空间 好 那即使说在结后的第一天 网上又出现暴涨了 那么网上依然有进一步的一个估值的上空空间 那既然从估值上来讲 依然有进一步的上空空间 那么哪些行业是我们可以去 更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 那么从适应的角度上 我们再来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适应率低于历次底部估值的 细分行业汇总 一个是适境率低于历次底部估值的 这种细分行业汇总 那么先来看适应率 那比如说像消费类的 消费类的像乳品 啤酒 休闲食品 调食发酵品 家用品 还有像医药类的 还有像锂电池 燃气 周期类的油浮工程 那目前的一个适应率水平是要低于 在2022年4月 2020年3月 2019年1月 2013年 2008年 历次的那样一个底部时候的一个估值状态 那么还有像适应率水平呢 那其中像房地产 银行 物流 水泥 能源金属 建筑装饰 那么它也是处 目前依然是处于一个 这样一个估值很低的状态 当然是相比于历次的底部当时的一个适应率估值 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个提醒 那么投资 我们不能够单独从适应率跟适应率角度上去做选择 这只是让我们有一个维度去进行参考 我们更多还要根据它过去半年一年板块的整体涨跌服务 然后再综合每位投资者不同的选拥偏好 我们去做决定 你比如说房地产 我说这是个西洋行业了 那么现在就是今年2024年这个房地产肯定无法跟2022年 2020年更无法跟08年13年的时候去做比较 所以估值只是一个分析的一个维度 但是我们要也要清楚这个行业这个板块 在目前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水平 对吧 房地产其实大家就很清楚了 目前是处于一个西洋水平了 好吧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所分析的一些数据 大家可以去把最后这两张图板 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看一看研究研究 然后大家可以去再看一下 我们在前两天所分享的一篇视频 就是新股民很多是刚开好户 非常期待股市会出现大牛市 认为这是一波翻身的一个机会 未来户者要突破历史新高6124点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在前两天这一视频所分享的截后的应约策略 提到了4点相对确定性行情 以及提到了4点相关的一个 这种投资的一个参考思路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听一下 好吧 那最后呢 还希望各位去点赞关注 网网财经的打链 那么听到这里的朋友呢 可以在朋友去打一个518 再见